中间有没有能用10年以上的电动车电池 电动车用户是非常关心电动车的使用寿命的 今天我就告诉大家 不同电池的使用寿命 其中还真的有能用10年以上的电动车电池 目前电动车主机场装配的主流的电池 分为三大类六小种 分别是千算电池、锂电池和钠电池 最长的使用寿命能达到12年左右 第一种廉价型 主要就是普通的千算电池 两轮电动车市场最常见的电池就是千算电池 凭借其诚实的技术、低廉的价格 以及稳定的性能 占据了两轮电动车市场80%以上的份额 一般的使用寿命也就是500次左右 也就是一年半的时间 第二种性价比型 包括石墨烯电池和猛酸铁电池 石墨烯电池循环次数为600到800次 它的使用寿命比普通千算电池提升了30%左右 能用两年半 猛酸铁电池在安全性方面更具优势 能量密度高于千算电池 也是目前低速两轮电动车用铃电的主角之一 它的循环次数可达到800次左右 一般正常使用情况下可以用三年的样子 第三种高端型 包括三元铃电池、零酸铁电池和纳电池 首先三元铃电池它的特点是体积小、能量密度高 一般大多数的高速电池都是使用它作为动力源 它的使用次数可达到1000到1500次 即使是在高强度的使用下 它的动力衰减时间为2年左右 完全衰减则要5年以上 然后是零酸铁电池 它的能量密度是不如三元铃电池的 同时体积会大一些 不过它的使用寿命可是普通锂电池当中最长久的 目前两轮车用的锂电池中可以做到2000次以上 完全衰减周期是5到10年 基本可以做到车电同寿 最后就是纳电池了 纳电池是一种新型电池 虽然在自然界中纳元素很多 但目前处于少量的使用阶段 技术还不是很成熟 目前应用于两轮电动车 纳电池性能理论循环次数为3000次左右 能量密度是介于锂电池和纤酸电池之间 是一种长寿命中能量的电池 更适合低速车型使用 寿命突破12年以上